深夜时分 年轻男子为何如此慌张 方姆是2018年 5月14日凌晨3点左右 到了派出所 警方调查 你有却信息全无 他所谓的毛毛美这个人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判之后 没有这个人 就不存在这个人 绑架 诈骗 身体男子感慨万千 像人家都说 一遭被射要十年怕警察 然后那段时间的话 天天都被骂 反正接近半个月 天天都在说这些 夜宪即将为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这个案子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关渡区 2018年5月14日凌晨 关渡警方接到了一个报案的电话 就是一个男的报案说 他的女朋友被人绑架了 然后等到警察一调查呢 发现这恐怕不是绑架案 这应该是别的案 我们一起来看 2018年5月14日凌晨2点多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关渡分局 接到了一起电话报警 报警人称自己的女友被人绑架了 在询问了报警人的详细住之后 关渡分局接警中心 将这一警情转接给了报警人所属的 关渡派出所执行 不久 报警人来到了关渡派出所 这个报警人看年龄是20多岁 当时他非常地紧张 脸上很慌张 很无助的样子 经询问 报警男子姓芳 今年20岁 据小芳讲 自己与女友是异地恋 本来两人约好 14日晚上在昆明见面的 可是 一直等到14日凌晨1点多 女友却没有出现 反倒是接到了一个 绑架电话 他就说是 问我是不是 方匪给我说是 然后他就说 你女朋友现在在我手上 然后说 如果你还要想见到他人的话 马上给我 转一钱过来 随后 绑匪在电话中明确地 告诉小芳 必须在半小时内 把赎金打到一张银行卡里 否则就对他女友不利 越想越害怕的小芳 为了能救出自己的女友 最终选择了报警 没办法 我当时挺记得 我就坐在那上班上 住手无策的那种感觉 没办法 报警 我就打电话报警 听了小芳的讲述 关渡警方立即对这起绑架案 进行了立案侦查 随后 警方开始对小芳女友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排查 当时这个爸先生跟我们讲的 他女朋友是在大地打工认识的 一起居住了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女朋友叫麻木 美 后来 就是因为在那边搬上不下 他就提前来昆明 那女朋友就回那个陆江区 大概就是这么过程认识的 那照片也提供给我们了 那女朋友的照片 可在之后的调查中 一件让警方意想不大的事情发生了 在全国人口信息库中 关渡警方并没有找到 小芳女友麻木美的个人信息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 关渡警方再次向小芳进行了详细了解 这一次小芳终于向警方说出了实情 原来小芳与自己的女友并没有见过面 并且他们也才认识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为了引起警方的重视 小芳故意编造了自己曾经与女友同居过的谎言 因为当时她问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第一时间有点害羞 她就问我 她就说是你们有没有见过 然后我就杀了个红 是见过 于小芳讲 自己与女友麻木美是在网上认识的 当时是麻木美主动在网上添加自己为好友 并进行了聊天 由于之前小芳并没有谈过恋爱 麻木美的这一搭讪行为 让年轻的小芳一时兴奋不已 心情的话很好 反正每天跟她聊天的时候 都感觉很开心 人长得还是特别漂亮的 芳美认为这个人还可以 可以加一下朋友谈一下恋爱 之后麻木美还主动告诉了小芳自己的身世 原来麻木美从小就父母双亡了 现在积聚在叔叔家 可是叔叔对麻木美并不好 总是打骂她 就这样初中毕业后 麻木美就外出大工了 经过接触小芳与麻木美的关系 也越来越熟络 渐渐的两人每天的聊天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而且在小芳的心里 总是有一种与麻木美相见恨晚的感觉 反正我感觉跟她说话的话很有那个 有话题 然后的话有很多共同点 反正的话就是游戏啊 或者是逛街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都有很多共同点 随着两人的感情日渐升温 不久小芳与麻木美在网上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是在小芳与麻木美确定关系的第二天 麻木美就向小芳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要买点衣服 也买什么的 就在微信上 这个口课上 跟我赚一百块钱两百块钱 我去买件衣服 就这样 在两人交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小芳前前后后 为女友花费了将近一万元的积蓄 后面她就三天也是没钱 两天也是没钱 我想着也管她 就打给她 钱也会了 两人的关系也确立了 可是小芳感到焦虑的是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女友却迟迟不肯与自己见面 他们聊天都是文字形式的聊天 只要一微信QQ 只要是与你聊天 对方就是麻木 他都不会接 打电话不会接 打电话就会以各种 在上班各种理由 拒绝接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昆明后 自己直接来小芳家就行 我说那么凌晨一两点我也不放心 昆明他说不用 昆明就说不用 你到时候我到昆明 到那个峡谷大酒店 你把我地址发给我打车自己过来 又不过来我就说好了 那你到昆明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 就这样小芳一直等到了5月14日凌晨的一点多 本来这时女友应该早就到昆明了 可是小芳却一直没有等到女友的身影 反而接到了一个绑架电话 她跟我说她的女朋友现在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要见到人的话 马上给我们打5万块钱过来 不要报警 报警就直接算 然后电话 她把电话挂了 由于小芳身上此时并没有这么多钱 为了能救出自己的女友 冷静下来的小芳最终选择了报警 我们问了这个报警人 到时候听电话的声音应该是在车上 是个蓝的 就是车上有几个人都是听不出来 口音是云南口音的 但是是哪个地方的辨别不出来 可是在随后的侦查中 官途警方发现 小芳提供的女友信息并不存在 不久 绑匪再次给小芳发来了勒索信息 在这条信息中 绑匪突然把赎金从5万人降到了1万元 那么绑匪为什么会突然降低赎金的金额呢 当时我们刚开始是以绑架的 思路去思考这个案子 但是后面通过 通过后面他提供的信息 我们开展了各种侦查之后 研判之后才有所怀疑 我们就是从这个方面 可能考虑是不是一个照片这个案子 绑架也有百万跟也有万 是一样的 那个有期徒刑 之后警方通过调查小芳之前 与女友的汇款流向 还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又发现 小芳女友所使用的手机号号码 机主竟然也是这个叫 马毛芬的人 就没有这个马毛芬这个人 这个我们开始就怀疑 这是不是个骗局 我们接下来就是围绕这个 马毛芬开展这个开展工作 当关渡警方开始 对马毛芬进行摸牌时 更让民警怀疑的事情发生了 5月13日下午 马毛芬竟然从鹿江来到了昆明 因为这那么时间 报警时间和这个 马毛芬住店时间特别相近 我们就开始怀疑马毛芬 是不是和这个案件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调查 警方确定了马毛芬所在的酒店 随后警方来到了马毛芬所在的酒店 进行摸牌调查 同时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在马毛芬所住的酒店房间门口 进行了不控观望 当时是3点40时了 正常人应该是睡觉了 但是我们在那里房间里面 等了个7到8分钟时间 但是听见一个人不停地在走动 不停地在放东西 之后 在门口观望的民警 还听到了马毛芬 向人索要钱财的语音 同时屋内的脚步声 也非常的急促 所以我们怀疑就是 可能性特别到了 我们就准备开始实施这个 就是进房间去检查 最终民警进入了马毛芬所住的酒店房间 并很快就控制住了房间内的马毛芬 在随后的搜查过程中 民警发现了邦飞所要赎金的银行卡 这就是银行卡 这就是银行卡 拿手机 在床头上的银行卡 就是到帮费发过来银行卡账号 一抹一抹账号 我们就把人控制起来 我们就问马毛芬在哪里去了 人藏在哪里 我们就在房间里面 卫生间这些床底下 在找马毛芬 马毛芬到时候 没有这个人 到时候是送过自己演 自导自己演的一场戏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 为什么会选小方做受害人 小方为什么真的就那么信 这个马某 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 所谓的美女 然后就有求必应了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恋爱 是怎么谈的 后来怎么就扯出了个绑架案 我们接着往下看 到案后 马毛芬很快承认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可当小方得知 自己的女友 原来是一个男子 扮演的事实后 内心的愤慨 却迟迟不能平息 看到这个男的 我真的 第一是有点冲动 第二是有点失落的 马毛芬 21岁 云南省卢水县人 据马某芬交代 自己是所以会选择男扮女装 去进行网络诈骗 源于自己之前的一次被骗经历 原来三年前 马毛芬曾在浙江打工时 被一个朋友骗进了传销组织 那时候我是不是在一二卡 手机还没被他们 桥枪里面的手续 然后我就自己偷偷跑到车里面 给我哥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说 我已经被骗进去桥枪里面了 他们也没改来找我 然后就在那个桥枪里面呆了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马毛芬由一名普通的下线 逐渐发展成了主任级别的上线 可是马毛芬清楚地知道 传销是犯法的 因此已经坐上了主任级别的马毛芬 在内心里始终有着自己的算盘 最终 马毛芬趁外出的机会 偷偷地离开了这个传销组织 那些离岛啊 那些人就会对我们也不太严厉 也不太拐我们 就是说我们想出去就出去 然后我就妈自己慢慢地 偷偷地溜到出去 离开传销组织后的马毛芬 最终回到了老家 可是在老家的马毛芬 整日无所事事 很快马毛芬离开了农村老家 来到了相对繁华的镇上生活 就一直待在家里面 把爸妈捂弄 把他们干活 然后就是再待不住了 再也待不住了 我就到镇上去 在镇上 马毛毛芬再次过上了两天大鱼 三天晒晚的生活 很快 马毛芬身上的积蓄 就都花光了 一开始我是在沙巴 在沙巴后来 他披了腿 那后面他跟我说了 那个人是昆明这边 不久 马毛芬的女友就向他提出了分手 在挽回感情无望后 马毛芬与女友发生了冲突 冲突的马毛芬还动手打了女友 后面我就跟他吵完闹 然后我就对这个亏迷 这边拿着就是有了保护心 与女友分手后 为了能继续维持自己潇洒的生活 一个最恨的念头 涌现在了马毛芬的脑海 就想到床校里面 他们找的那个方法 然后我就设起了一个QQ号 用女婿的身份 然后加了一个拿系的QQ 然后就是跟他聊天 之后 毛毛芬利用前女友的照片 做QQ图像 并编造了一个毛毛美的女性名字 开始随机添加 昆明的男性用户为好友 其中 毛毛芬的诈骗并没有什么收获 为了能骗到钱 毛毛芬又开始了自我的经验总结 学长目标的话 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 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必须要了解他 他这个脾气是一个爱好 家里面积极状化 他自己积极状化 2018年4月6日 毛毛芬通过QQ主动添加了小方 通过聊天 毛毛芬得知小方并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后 又开始了自己的盘算 他人也脱了 但是其他人的话 一流到机前那方面 都是不留 然后我就想着他离我 我就说把目标就抓住在他身上 刚开始毛毛芬利用毛毛美的名义 编造了一个自己父母双亡的悲惨绅士 并告诉小方 自己叔叔整天虐待自己 之后 马毛芬并向小方提出了借钱的请求 他就说什么帮帮忙之类的 他就说他父母双亡 然后他就说他一个人也挺可怜的 然后呢我想着我也 我也想着那个 后面第一次两百块我没借他 好像是借给他最后 我就抓到他这个入点 这个人这么容易消息一个陌生人 如果我和他做了男女朋友关系的话 以后可能会给我各自的钱 于是之后的几天 毛毛芬都会主动地对小方许晗问暖 渐渐地小方也越来越依赖起 这位网上认识了美女了 没过几天 两人就在网上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就是说反正第一感觉就是 觉得说他这个人是真的 你不会骗我的感觉 其实就在与小方频繁联系的那段时间里 马毛芬在现实中重新交往了一个女友 但好景不长 很快他就发现新女友出轨了 马毛芬只能选择分手 背叛的感觉让他的内心非常气愤 但马毛芬并没有对女友宣信 而是最终选择了将所有的情绪 发泄到小方身上 毫不知情的小方为了平行女友这无名的懦户 再次向女友转去了一笔钱 以此来安抚女友的情绪 那次我给他转了两千多给他 他这个人对我就是迷和她的一心 马毛芬一是他是初恋 没有谈过恋爱嘛 他可能还比较单纯一点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 发现照片过去 就是发现这些 迷离这些图形过去嘛 他认为就是马毛芬 这人家真的可以 自己是新人 所以一步一步就比拼下去了 小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而小方则一直跟随父亲生活 为了养家糊口 从小父亲与小方相处的时间也很少 后来小方初中毕业就开始了工作 因为从小缺少母亲的照顾 所以当小方遇到毛毛芬扮演的女友后 第一次感受到了 从一名异性身上得到的那种关案 虽然小方每次都能有求必应 但对毛毛芬来说 小方每次都只能给几百上千的小钱 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由于毛毛芬挥霍无度 所欠的高利贷也越来越多 之后为了能让小方一次多给点钱 毛毛芬又萌生了一个骗钱的伎俩 他就说他要上昆明来 然后呢我就说是你先等一下 然后呢他就闹自杀呀 然后我就找了一张照片 给手挖的照片发给他 那一天早上他就转医院费给我 就转了两千五百块钱啊 那天会找他吃 尝到甜头后的毛毛芬 不久又再次如法炮制了另一个骗局 但这一次却引起了小方的怀疑 他一下子他叫我给他转六千块钱 这是想的话反正是高过三千块钱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同时小方还发现 女友这次要自己汇款的微信号 也并不是自己经常汇款的微信号 最终小方并没有给毛毛芬汇款 意识到小方可能怀疑自己后 毛毛芬开始了他最后的一个盘算 2018年5月13日下午 毛毛芬主动告诉小方 自己要从陆江坐车来昆明找对方 并且一路都给小方发送了自己的位置 当听到自己的女友 已经从陆江来昆明的消息后 小方一时兴奋不已 那期间的话感觉有点兴奋的那种状态 就想着说终于可以见到人了 可是等了十多个小时的小方 最终并没有等来女友的身影 反而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女友被绑架的电话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就接到那个电话 他跟我说他那女朋友 他现在在我的手上 你要如果你要见到人的话 马上给我们打五万块钱过来 不要报警 报警就直接刷 在电话里 陌生男子不断强调 要小方赶紧汇款 不然就对小方女友不利 可是冷静之后 小方越想事情越有点蹊跷 但为了救女友 小方最终选择了报警 我左想右想不对 然后我就说万一是骗人的 我就直接报警 最终经过关渡警方的侦查 成功破获了这起网络诈骗案 并抓获了准备逃跑的犯罪嫌疑人 马毛分 案件虽然破了 可对小方来说 这次的经历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像人家都说 一招被谁要十年怕警神 包括我现在这个女朋友 我都是 是我们老家的 然后谈的时候 我都反正都 我都说 你等我先考虑一段时间 说到 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咨询师刘嘉宁先生 欢迎两位 咱们先说这个犯罪嫌疑人 马某 你看上去 你看以前他进入过传销组织 但是后来他从传销组织里跑了 你就觉得这人这不挺好吗 还算有点底线 有点规矩吗 那跑出去就应该过正经日子 结果跑出去之后 就去干更坏的事去了 这人是怎么回事 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说过 就是凡是这种 以行骗的各种手段 包括可能最开始 自己是被骗的人 后来变成了骗人的人 这样的人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缺乏规则感 那他很可能找到 以前的原因 在成长的过程中 家人对他没有什么要求 学校的规则也不愿意遵守 那么今天正好 接着这个案子 我们说的另一个原因 他在传销组织里面 一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年龄我估计可能就是 十八九岁的样子 这个阶段正好是 这个青少年价值观 开始形成的这个阶段 那么传销组织 在他做的这个洗脑的 这件事情 具体来说是怎么样 就是把无数的 不正确的理念 灌输到一个人的脑子里 就是这种挣钱方式 是对的 你要不停地努力 你就能挣得更多 你剥削别人 也是一个过程等等 无数的不正确理念 在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里 以非常高的这种频率 灌输到一个人的脑海里 这种事情的结果 不一定会导致 马某说 真的发自内心地认为 这些东西都是对的了 他不一定会这么认为 实际上也证明了这点 他自己逃出来了 但是对他的影响 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他的这种 观念性的是非的 具体事件 他会很难判断 界线会变得非常模糊 这个界线一旦模糊了 要重新确立 其实是挺困难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一些事件的受害者 后来就变成了 同类事件的加害者 没错 就是对他来说 就是这个挺讨厌的 但是也行吧 界线太模糊 所以说这个传销害人 他不仅仅是 我们看见的那个害人 他在不知不觉间 潜移默化间 他把你的价值观 和你的为人处事的 是非标准 给你弄糊涂了 今天有一批传销的 用各种所谓高科技 用所谓的这个什么 什么慈善项目 用所谓的什么 种种名目 打扮自己 并且把这种什么 不劳而获之典型的 这样的一种传销活动 给包装 用成功学 包装成一种什么 去鼓噪青年人 好像这是一种 很好的创业手段 这是一种很好的 锻炼自己的手段 用这样的一种歪理邪说 去包装这样的一个 这个传销 把这个所谓的这些 我们说这个坑 杀手啊 坑亲戚啊 坑朋友啊 这样的一种 很可耻的手法 很犯违法的手法 包装成什么 对一个人 什么自我能力的考验 自我魅力的考验 等等 这都是一些 胡说八道的 无稽之谈 所以说千万不要相信 更加不可实行 再说说这个 受害人小方 对一个根本就不值得信的 连面都没见过的人 他信得要死 人家要怎样 他就怎样 现在呢 是他的身世 从老家找了一个 女朋友谈恋爱 我估计人这女孩 是诚心诚意 跟他谈恋爱的 他说他 没法信 特别不信 他谁都不信 你说这可怎么弄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从我的角度来看 并不一定 完全是一个坏事 他自己说叫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其实在我看来 更多的是 吃一欠长一智 我们说认识问题 是教育出来的 有人会告诉你 说你得小心 但是重视问题 一定是教训出来的 他经过这一次教训 可能非常惨痛 但是他懂得了一个道理 不光是情侣之间 人与人之间 任何一种关系 信任都是需要时间 逐渐慢慢地去建立的 所以他现在 其实跟他相处的 那个女朋友的相处方式 反倒是一个 相对常规安全的方式 这个并没有太多坏处 而且当初那一拍脑门 就特别热血 大部分都不是 因为对方怎样 因为根本不认识对方 其实全是 自己想象出来的怎样 其实爱上的是 自己的情绪 没错 所以我们经常说 这种状态 实际上叫做 跟自己在谈恋爱 另一个 你没有见到的 手机另一面的人 是任何一个人 其实他的状态 是一样的 您怎么看 其实我们最近媒体上 一直报道还比较多的 就是咱们国家警方 破获了一个 一系列的 就是专项打击 就类似的 这种网络诈骗 这种行为 就是一帮网络美少女 然后和各种 像我们这小伙子 这样的纯情小男孩 谈恋爱 当然也有 那个纯情大男孩 纯情老师傅 什么的 也有 跟他们谈恋爱 钱 真金白已经给出去了 最后警方破案 一看 哇塞 什么网络美少女 全是抠脚大汉 操老爷们 不能再信 太低级了 像小方这样的小朋友 在每一次被欺骗的事里头 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实际上 没有搞清楚 真实的情感 大概是一种 什么样的 现实中的情感 是有哪些步骤 哪些过程 会遭遇哪些困难 有哪些基本的特点 过度的传媒渲染 让这些年轻人 沉浸在一种 虚构出来的幻想模式里 他们老觉得转角 遇见爱这种事情 什么 认为这种 无巧不成熟的偶然性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是遍地存在的 这实际上 现实生活中的情感 一个人到相识相知 特别是到相信 然后这中间 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且甚至还伴随着 摩擦 磨合 甚至是碰撞 很艰辛的沟通过程 这才是人和人情感的 一个正常的 健康的发展模式 我觉得像小方这样的男孩子 人家想谈恋爱 没错 内心特别细腻 激情特别澎湃 有一些想象 也没错 不计经济利益 愿意对对方好 这是美德 在网络上去认识异性 都没有问题 简单的规则是 第一 线上遇见的 得在线下见面 咱们必须得见这人 第二 见了本人还不够 要见关系 比如说他的家庭关系 同学 同事 环境中的人 你得去了解 以确定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真实环境里面的 真实的人 第三 即使是这些 你都了解了 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 要是聊电视剧 你们就赶紧吹 什么叫聊电视剧呢 比方说 我是个孤女 什么我从小被继父殴打 我从小被后母虐待 然后我今天得了癌症 明天我爸撤祸了 后天我妈怎么着了 就所有的电视剧情节 拜拜 生活中的人 不是这个样子 最后一条 不要动钱 正常人谈恋爱 不会跟你借钱 而骗子呢 如果你不给他钱 绷上半年一年 他就不理你 就走了 因为他没时间跟你纠缠 他得去骗别人 他撤穴 会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